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刘虎的龙骑士掌握了这些骑士的弱点就开始大开杀戒镇压了所有反叛者 但是传说有一个龙骑士会身穿黄金铠甲做其飞天巨龙来终结他的暴政 一个女人静香从胖虎那里偷了一颗石头出来 胖虎就派一个巫师小夫去解决他 不过这之前他把石头用任意门传送到了远方 而石头刚好就被外出打猎的大熊捡到了 大熊本是一个穷小子看这颗石头挺漂亮 觉得能卖不少钱就带回了家 这天晚上石头突然发出异响裂开了 从里面蹦出一条小龙就叫他A梦吧 那大家都知道这些小动物刚出生 第一眼看到的人就会认定他是自己的妈妈 在二者接触的时候一些人知道了龙孵化的消息 其中就有龙骑士导师老王 胖虎小王还有镜香A梦真的是一天比一天的大 而且还能用意念和大熊交流 可是晚上自己的舅舅就被小夫派来的手下杀害了 这个仇算是结下了 而且胖虎本身就是要杀死龙骑士和龙的 但是现在大熊还不够强大 怎么办 老王及时出现 我是龙骑士导师 我可以训练你的 两人一龙就开始了修行之旅 在路过一个村落的时候 大熊进入了一个占卜士的家 占卜士说你的未来会有一个劫难 但是你会大难不死 而且还有一个女孩在等着你 和你红尘作伴 浪迹天涯 这时小夫的手下又追了上来 大熊奇迹的觉醒了 魔风能力一箭射传了他们 但这其实是普通龙骑士 要好几年才能觉醒的能力 这都是A梦不与大熊的能力 小夫觉得自己没耐心再玩下去了 就借静香的身体给大熊托梦 让他去救自己 不顾老王和A梦的劝阻 一意孤行 哎 中色轻友掉入了小夫的坑里 不过还是成功的救出了静香 老王为了救大熊身受重伤 提前领了合伴 可是静香被小夫下了诅咒 这时小莫跳出来说 你要去的地方我知道 我可以帮到你 二人跨过山河海洋 遇到了和国王对立的一个阵营 最终决战即将来临 大熊也穿上了属于自己的黄金铠甲 做其自己的飞天巨龙 一口龙之吐息 解决了大半的敌人 静香也在地面上和敌人展开疏死搏斗 看着打得差不多了 小夫实战黑暗魔法 召唤了一条黑暗巨龙 两人两龙开始了空中决战 但是召唤出来的这条龙 砍不死 就只有攻击小夫才行 大熊从高处的一个俯冲攻击 击中了小夫的心脏 杀死了他 A梦也是身受重伤 大熊某足全力使出乌拉乌拉复活术 成功的复活了A梦 但是胖虎还没有被打败 大熊还是得减伏重担 保护这个世界 整体来说 这个故事还是挺棒的 但故事最后 大熊居然没有和静香在一起 这不符合哆啦A梦的剧情啊 什么 这不是哆啦A梦 不好意思啊 搞错了 不知道大家看完有什么想法呢 欢迎在下方留言评论 我是悟空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